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点音乐 走两步 我们看看 你在生活当中也这么熟吗 就是 但是会步子加快 对 但是不可能熟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生活中这样走会遭到非议吗 不会的呀 因为我们很多人走路是 要不然这边在看手机 要么就有的人是海星驼背 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走姿 是非常的好的 瞧你这一态万方的样子 但为什么你没有考大学 本身就是不是很喜欢学习的一个人 然后也多少有一点家庭因素 你从小不爱学习 你爱干什么呢 我喜欢跳舞啊 对 然后还喜欢打游戏 这游戏跟你刚才的这个优雅的姿态好像不搭呀 你怎么会喜欢玩游戏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心吧 然后我那个年代呢就是英雄联盟 当时也比较流行做主播 然后后来就去做了主播 游戏主播 对的 你 是的 李老师 你 是的 太穿越了 来 你进入一下状态 来 英雄联盟 来 试一下 就穿着这衣服来 用优雅的姿态 就左手拿键盘 这就变化风了 这就已经 来吧 没有打游戏的小哥哥 三等一 四等一 电一字二的 青铜白银不要 什么主播 自己还得要死 你为什么两种这个职业的状态 如此不一样 一动一静 这是你性格当中的矛盾点吗 也不是 因为我打游戏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也蛮温柔的 而且打游戏的时候呢 只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很喜欢 然后就做了游戏主播这个 而且很实心当时 但是在更早的以前 你是做美发美甲 对 对吧 对 那个时候刚刚 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从学校里出来毕业 然后自己也是一个 很爱美的女生 美甲嘛 就是可以让人变美 然后我觉得 你没有美甲呀 是的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不太方便 然后现在就没有做美甲 现在什么工作 现在是刑体李一老师 刑体李一老师不需要做美甲吗 就是除了刑体李一老师 我还在进修高空舞蹈 所以 跳舞 对 你又开始练舞蹈了 这些都是不冲突的 她以前跳过钢管舞的 是吧 对 还练过瑜伽是吧 对的 这个女孩子非常热爱生活 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她是喜欢 她就要去学 就要去做 而且呢 做得还都非常不错 我觉得她的学习能力 也非常强 那你已经十八班武艺都学会了 你到这儿来求什么工作呢 还是刑体李一老师 刑体李一老师 对的 要求薪资多少 底薪是三千到四千 三千到四千 可惜周思敏她不在呀 我们这儿没有招刑体李一的今天 今天有吗 严谨那儿招不招瑜伽老师啊 可以 瑜伽老师考虑吗 考虑 你有那个老师的那个资格证吗 有的 有的 对 有的 你应该可以叫空中瑜伽对吧 是的 因为你跟他同步道对 对的 你以前如果要做瑜伽老师 你可以继续做啊 以前还月薪五千呢 我觉得这个不冲突啊 对 反正你不拒绝 对对对 图老师其实职场的礼仪 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 我知道 对 其实他反而要 应该教我们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 是不交着一块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普及嘛 对 那你看看 他们的措辞有问题吗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 徐赵老师 马上把脚放进来 你看看 谁有问题指出来 教教他们 就赵总吧 赵总 对 请您坐好 对 您坐好 首先呢 他这个坐得太实了 对 因为我们的坐姿呢 正确的坐姿 是坐在你凳子的三分之二 或者是三分之一处 对 然后双手 双手是跟我一样的 左下右上 对 把大拇指抢起来 然后胸腔提起来 对 然后我们的脚可以 向外再延伸一点 对对对 膝盖互相重叠 是的 你能保持这样的坐姿大概多久 我没试过 那你试一试就保持这个样子 好不好 杨石头负责监督他 那他笑的有没有问题 笑的有问题 他笑的有什么问题呢 对我们在笑的时候呢 不能就笑的太开 对他是嘴角 对这样 微微向上扬 躲不住了 对然后 太难 好难哪 很切做不到 好再问一下你 一个女士在公共场合 坐在椅子上 如果她要整理一下头发 怎样整理比较合适 你先整理一下你自己 你平时不是这么整理的 对 这样的 应该怎么整理呢 对 应该就是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 对 朝向我们的额头方向 对 然后这样 拨弄一下你的头发 这样子 对 把你的纤细的手指 给大家看 对 然后再放回来 所以其实礼仪在生活当中 还挺实用的 如果是你不认识的人 在你旁边有 有不礼貌的行为 你会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 不能说太多 因为可能 你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可能别人觉得有关系 所以说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我还是不会说太多 除了瑜伽教练之外 别的不考虑了是吧 对的 那也就今天只有保力好了 对 我也了解了 来 第一轮选择 去核瑜伽 还有一盏灯 天生我有才 你不是学高空艺术相关的吗 然后如果你要应聘瑜伽教练 我们还真是挺需要 这个高空瑜伽的那种 你能不能表演一下 还是没有准备服装 这个 今天没带环 对 是的 因为像吊床呢 是需要带道具的 但曹仲我觉得他可以教教我们 怎么做瑜伽吧 做瑜伽也没有问题 找一个那个就是 你能用语言去指导他的 你找一个男士 来 我们请许招老师吧 特别好 来来来 若不 我又是你 老骨头老腿科 不不不 来来 借用一下你的身体 来来来 我们就喜欢老的 好的老师是可以给个性运动出方的 我们就喜欢老的 来 你教他一道瑜伽动作 有点高低肩 很明显 是的 那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 三式站姿 对 好 双脚分开 鱼宽同宽 双脚平行 脚外侧平行 对 脚后跟稍微打开一点点 对 好 膝盖记得不要超身 不要超身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向后取太多 也不要超过你脚趾的位置 双手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 好 腹部收紧胸腔向上提 颈部向上自然地延展挤住 好 下额微向内收一点点 好 双肩向后向下旋 对 因为高低肩蛮严重的 对 这个是三式站姿 好 吸气手臂体侧向上 高举过头顶 好 掌心相对 对 好 呼气时以宽为折点 前弯向下 手臂带动身体向前向下 对 向下以宽为折点 对 向下前驱 这样 向下 屁股撅起来 对 对 好 然后顺腔再向上提 如果是有这样一个私教 来教授我课程的话 我会非常地愿意跟他学 因为他呢 本身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他能让你 带你一步一步 寻找那份内心的宁静 随后呢 达到一个修身养性的 这个 这种目的 就刚才这个学长老师 在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 你有些有给他提示 有些你没有提示他 你觉得他的完成度怎么样 可能由于老师是 没有接触过 对 所以说可能我有一些 他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配合我的 完成度也是百分之八十 你觉得他刚才的呼吸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怎样的 有关注吗 没有 没有关注 其实因为你今天 整体的这个服装限制 我就觉得你可能教一件事 教一个体式 或者教一个动作 其实就可以教呼吸 因为徐老师一直在这是 紧的 然后他在这么紧 瑜伽一定是 好像腐式呼吸 或者鳄鱼式呼吸 能够让紧张 特别有压力的这个人 能够放松下来 对 这个是刚刚 在教学过程当中 一点瑕疵 因为在对于一个小白来说 你又要让他做体式 又要让他做呼吸 可能有点难 但是我认为 我今天没有说到这个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吧 但是我觉得你的语言 其实刚才我跟徐老师也在讲 就是我们都觉得你的语言 一看就是教过课的 所以你去 包括体式上没问题 去教空中瑜伽 这些瑜伽老师 你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会不会太屈才了 因为你在礼仪方面 也有了很多的学习 如果一旦要去做瑜伽老师的话 你这礼仪可就割下了 我觉得这两个 也是不太冲突的 像我们瑜伽馆健身房 也是都可以引进形体礼仪 包括少儿礼仪 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向趋势 行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好不好 来 请看视频 因为发现同事的办公室恋情 我该告诉领导吗 回答问题 我认为应该 首先第一件事情 应该告诉这两位谈恋爱的 公司不允许谈恋爱 对 如果说你们要谈恋爱的话 尽量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 这样两方面都不会得罪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办公室恋情也不是很好 我建议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找一个公司的 为什么不可以 那就是爱上的有什么办法 那还有得选 那么多花呢 为什么要单恋那一集啊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 就缘分到了呀 就非你不可才 对呀 是这样 姑娘 非你不可才是真爱 如果说选谁都行 那就不是真爱了 来 你们俩解决一下 坦白说在职场当中 真的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一般的风格是 先保持沉默吧 因为对于同事之间恋情 我们是第三方 他恋爱了 我们要告诉上级 或者告诉他 那他分手了怎么办 每一个都要说一说嘛 我认为相对来讲 作为那个同事之间 可能先保持沉默会更好一点 所以他的情商怎么样呢 相对来讲比较率真 他挺善良的 只是说他那个善良 会让他就是 让别人并不认为他是对的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他不是一个管理者 他只是去做一个教练的话 那么这种善良 或者是老好人 就没有大伤害 但是如果你是管理者的话 那可能遵守制度 去有一个决断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接下来就看曹妍的选择了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把保持留下 谈情不伤感情 来 你给出职位和薪酬 瑜伽教练你是肯定能够胜任的 因为从你的表达 和你整个人的风格 你会非常被会员喜欢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是 瑜伽教练 教授空中瑜伽和基础瑜伽等等这些课程 工作地点在北京 基本薪资是四千 当然课室费是每一节课是另加的 看到现在因为我是学艺术出身的 我就告诉你 这种外在的刑体训练 确实连带了很多表演性 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子是教形体的 自己吃烧烤的时候照样撸串的时候就是 你形体能形起几天呢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表面化了 理解 但是我们更喜欢空中瑜伽的技术性 瑜伽它是一个学科 你的进生空间会很高 我觉得你去曹天那的话 就按照瑜伽这个套路打下去 这是我给你的非常重肯的建议 你看你人缘多好 大家都想帮你无论角度如何 这就是你的优势 非常开心 刚才那个何东东说 好多练形体的撸起串来 还是一副促鲁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个 就是装是挺累的 但该装的还是要装 但生活当中一个女生可不可爱 有的时候也真的不完全在于理 而是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你说我们这舞台上 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做姿做得最好的就曹衍 到了她这个年纪 她对于自己的自律保持 她的每一个笑容 每一个肢体 她一直是那 那说明那就是她 那不是装出来的 那你至于像杨蓉 原来作词也不好看 后来她慢慢慢慢地 改变自己的作词 但其实她的性格可爱之处 不在于她的作词 就在她的口无遮拦 对吧 所以其实真实很好 但真实的基础上 去雕塑自己的一些修养和礼仪 也是有必要的 接下来你自己考虑吧 好不好 十秒钟之后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宝丽好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说出来 宝丽好 曹总 来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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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